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甘于脾虚症 这个症候其实在临床当中的发生几率也是非常非常多见 非常常见 那么 什么叫甘于脾虚症呢 甘于脾虚症它涉及到两个脏器 甘于脾虚 那一个是甘这个脏器的病变 一个是脾这个脏器的病变 那么这个病变呢 甘于脾虚是虚症还是实症呢 我们说它是一种虚实夹杂的症候 它又不是虚症又不是实症 是虚实夹杂 哪一个脏器是实呢 就是甘于甘的气机于脂 于堵不通 这个是实症 哪个是虚症呢 就是脾虚了 脾这个脏器的功能呢 衰弱了 消化不好了 那么这时候呢 出现的乙又有甘其淤质 又有脾气虚 合而为一 这么一个症候 这个就叫甘于脾虚 这个症候 这时候是怎么办的 是没有脾虚 这时候是我们的身体 那种 这时候我们的脏器的 这个症候 那么我们终于脏器的 这时候我们的脏器